好 黑心无事件爆发之后 刚刚我们看到 卫福部确实有做了一些检验 可是民众还是觉得说 怎么在处理上老是慢半拍 我们看到新北市卫生局 他提报复卫乡说话 另外一头就是部长邱文达 他也说要和黑心视频来宣战 另外食品组的官员 我们今天看到他们泪崩表示说 他们并没有隐匿任何业者 但是没有办法把关视频安全 那么立委就痛批了邱文达 那么下台100次谢罪都不够 不是 我会替我们同人打扮 觉得他们很认真 我们是很用心 很愿意做 黑心油连环报被痛批隐匿的 食品组长蔡淑珍受访时 突然激动泪崩 但是绝对不是对外说的隐匿 或者是怠惰 我是要替我们同人讲话 再怎么哽咽却换不回国民健康 黑心油早喝下肚 更扯的是赴卫乡说谎 恐怕政府也蹭一脚 可能都有勾结或者是藏污纳购的事情 他能不能解决这件事情 才是决定他去留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立委这么气愤 因为黑心油滚了快一个礼拜 邱文达才准备向黑心食品宣战 我已经向这个黑心食品宣战 我想这个我们一定会彻底的打击这个步伐 这一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名声诈欺案 开始有动作 但看在立委眼中 动作过慢 真应该下台负责 卫生部立部没有严格把关 然后又纵容业者 没有贯彻公权力 部长本来就是应该要下台100次 谢罪国人 2012年2月才上任的邱文达 被视为塑化剂事件重要救火队 但没想到食安问题却不断连环报 先是6月毒淀粉事件 胖达人香精 还有大桶复卫香黑心油 都是在他任内发生 你下肚 你自己都觉得很怀疑 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 你现在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觉得我们政府一定要拿出魄力 黑心食品早都吃到民众肚子里 即使官员下台负责 也不能还给人民健康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